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均順實驗水分肉乾的總經理 邱興和Hans來接受我們的專長 Hans你好 大家好 Hans想先請你分享一下 當初爺爺他們怎麼會想要做肉乾 他們起心動業是什麼 做肉乾這件事情應該要源自於 他們最早期我爺爺奶奶那時候經歷823炮戰的事情 是 對 在那個時候基本上沒有瓦斯爐 只能柴燒 那時候煮飯都只能柴燒 那柴燒的過程它就會有煙 那煙它就會有飛蛋 喔 會看到就會有飛蛋 對 飛蛋就會過來了 對 所以那時候基本上是嚴禁煮飯 那不能煮飯怎麼料理三餐 然後家裡還有蹊蹺 對 所以他只能去做長期可以存放的食物 像說風乾的肉風乾雨風乾風乾菜 因為做出來之後可以長期存放 又可以溫飽 那我爺爺又可以待在身上 從軍的過程中他可以自己吃 對 其實那個時候他做出來就只是想要溫飽三餐而已 對 那823炮戰結束之後 他們就來到了彰化 那想要做點生意 因為家中總需要有一些收入 對 然後那時候物資是很缺乏的 那他只記得說他自己有這樣的一個 做這個食物的經驗 所以他就做了肉乾 一直到現在 一直到現在 對 在市場裡面 對 那我早就說你回來接棒 你是算第三代 對 我第三代 對 那你這樣回來接棒 有沒有遇到什麼的困難跟挫折 我覺得困難跟挫折是一定有的 不管是創業還是接班 他都是一樣的 那我覺得最大的困難應該是在於 跟長輩 就是說你在不同的世代的時候 你的一些決策跟想法 你想要去改變的過程 這個磨合才是我們一直以來 一直要遇到的問題 其實跟創業者一樣 他可能是面對的是股東 對 對 可是我面對的是家族 哦 是 對 那你在磨合的過程中 你必須要 並不是一直去 就是說去爭論你自己的立場 去告訴他我這樣做是對的 你就是要相信我 你就是要怎麼樣 對 我覺得這些事情是沒有意義的 你反而應該要去做更多 實際的實踐 具體的實踐 然後用透過這些行為去告訴他 這樣子的改變是可以看到機會的 哦 其實他跟創業很像 就是說我們剛剛我們看到了一個機會 我假設了一個論點 那我必須要去驗證他 所以我需要很快速的用MVP的方式 去證明這樣的假設是正確的 是可以成功的 可以提高勝率的 所以其實我也是 我用了很多的方式 去驗證了很多的假設 去告訴了我的長輩 我的父親 去告訴他說 我覺得這樣做的勝率是高的 所以我很希望的是我們繼續往前推進 對 那我覺得最大的突破點其實就是在 長輩的這一段 哦 那也一直 你這一輩子也一直要 度去突破的也是在這一段 哦 就是跟溝通的這個過程 對 絕對要 絕對是要的 是 對 那這樣子 你在接班的過程有沒有發生到你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麼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 應該是蠻多的啦 那讓我最深刻的其實應該是最起頭那個時候 就是說水跟肉乾他想要再轉變跟改變的第一次 那一次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 然後我自己也去實際的帶回去 帶回來了很多的訊息 我認為我們產品的定位通路市場到包裝 我們應該怎麼去整體的去都調整 而這樣的調整它是可以成功的 哦 在那個時候 可是忘了一個包裝的部分 在我父親的身上就卡關了 哦真的 對 因為以前的肉乾它就是大紅大紫 是 可是偏偏我的設計的部分 變去創造成是白色 有吊卡 吊卡 而且有一個麻繩 是 然後對於一個很傳統的長輩來講 他會覺得吊卡麻繩 白色麻繩 它是一個很不激烈的東西 哦 對 可是我花了兩個月的時間一直去跟他溝通 到最後我受不了我直接破病 我告訴他說 我只需要跟你借三十萬 哦 那時候大概在十年前 哦 對 我想要去告訴你 我做的真的方向絕對是對的 如果賺了錢 那當然就你賺到了 如果沒有賺錢 那當然我不會再有第二句話 我以後都聽你的 哦 是 對 我覺得那時候我做了一個很大的破病 對 而且是在我父親的面前告訴了他 對 也還好 因為這樣子他也妥協了 哦 對 所以這件事情就很順利的推進到現在的水耕 哦 是 所以等於是那時候因為包裝 對 要跟他溝通 對 沒錯 因為其實真的一般的印象裡面 大概肉乾就是都紅色包裝 然後都是透明的 因為要讓下面的看到裡面的肉乾長什麼樣子 沒錯 所以基本上很難會 像你這樣子全部都是白色包裝 對 然後又有麻繩又有吊卡 沒錯 他會覺得他真的會當下會真的覺得 是好像很不激勵 對很不激勵 很不討喜 尤其是那是幾年前的事情 十年前的事情 如果是在十年前更是不能接受 是 對 沒錯 那你們水耕豆乾 那他的基因理念跟核心價值是什麼呢 嗯 我其實花了很多時間一直在思考這個品牌 應該在未來要走到的方向 嗯 對我覺得每一個品牌 應該說每個創業者 或者每一個品牌 是 他在走的過程中 在一開始他已經在思考的是商業模式 嗯 你如何去創造一個商業模式 對 去讓你這個品牌可以活下去 就是我們講0到1的階段 嗯 對那一個品牌走到另外一個階段的時候 他所思考的已經不是商業模式了 嗯 他在思考的是這個品牌如何 讓團隊可以往前 有方向感的方式往前走 哦 所以我其實在這幾年的時候 我一直在思考 嗯 水耕他到底應該是要給消費者 傳達什麼樣的事情 嗯 而我們應該跟團隊溝通的是什麼東西 嗯 而這個品牌不應該是像第三代 嗯 第四代 嗯 第五代 其實他就是第一代創辦人的品牌 哦 對 他應該是第一代創辦人要的樣子 哦 所以我開始去思考回溯很多 嗯 像說 為什麼他要做出肉乾 嗯 做肉乾當初的原因是什麼 嗯 所以我才會回想到這個品牌的故事 最前面一開始的樣子 嗯 就是說他其實就是想要讓家人溫飽 對 因為家人溫飽 所以他覺得很好 嗯 他覺得這是一個很美好的狀態 對 嗯 所以 嗯 講起來很輕鬆 可是我花了好幾年 去思考到這個很 嗯 你可能常常在講 嗯 可是他就是一個 你必須要用心去體會的某一個點 嗯 對好 那當這個點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創造出這個品牌 它應該要有的品牌的信仰 哦 對 所以水根行它的品牌信仰是什麼 嗯 我們是希望透過飲食 讓所有的消費者看到生活中最純粹的美好 哦 就像說我爺爺創造出那個肉乾的待客 嗯 家人溫飽 在吃著肉乾的過程中 他得到了那個美好 溫飽的感覺 哦 對 就像我們現在的人其實 生活中很忙碌 對 你每天上班下班 嗯 你每天可能你多重的身份 嗯 你可能是孩子的爸爸媽媽 你可能是誰的媳婦 嗯 你可能是誰的太太或是先生 嗯 對 你沒有時間去真正有你自己的時刻 對 可是這麼忙碌的過程中日复一日 其實我們都忘了 嗯 其實好好吃燉飯是很難 是很難得的 而是 而我們這麼的努力 在追求生活 其實要的就是那一刻 哦 是 對 所以你能不能坐下來 好好的 去 這麼純粹的時刻 去吃一個東西 哦 這是水跟行 水跟肉乾 他想創造的 對 所以在於未來 我覺得 這個品牌 他不見得只有賣肉乾 嗯 對 他可以賣任何的肉製品的食品 哦 是 對 因為只要在餐桌上 在聚會的時刻 是 這個吃 永遠是人跟人之間最好的媒介 嗯 對 那水跟行他可以去扮演這個角色 哦 而去創造出我爺爺當初在做肉乾的那個時刻 嗯 給家人的那個好 嗯 在未來的任何的食物上 好 那黑子 那坦白說其實做肉乾的很多 嗯 那你覺得你們水跟肉乾跟外面一般肉乾 最大不一樣的特色在哪裡 嗯 OK 肉乾它本身就是一個很傳統的食品 對 以我們現在在檯面上看到的所有的大品牌 嗯 甚至說在你家 嗯 在你住的地方 旁邊的菜市場和黃蚊市場 一定也有一兩家肉乾店 對 每天你一定會要回家的時候 你會記得你去逛那個菜市場 聞到那個味道就是那個阿伯在烤肉乾 嗯 嗯 所以它是一個很地方很local很傳統的一個食物 對 對那對於我來講 我的肉乾跟人家有什麼不一樣 嗯 我覺得我是延續我爺爺意志所做出來的肉乾 嗯 它希望純粹 它希望就是那個時刻 是 它希望它跟我講的 它希望讓產品可以越來越單純 嗯 所以我們很努力的 讓肉乾本身它添加的添加物 一直努力的降低 對我們告訴了我們自己 我們希望在2025年的時候 可以讓我們全系列的商品 已經達到50%的Curring label 對這是我們這個品牌想要做的事情 嗯 可是要做到這件事情很難 嗯 好那我們持續努力的再投入 嗯 那目前肉乾已經達到了80%的添加物 可以是拿掉的 哦 我們無添加防腐劑 是 無添加亞硝酸 無添加冷工肝胃劑 無添加香料香精 無添加味精鮮味素 嗯 然後無添加化學 化學香料 化學香料 是 對我們已經做到了六大無添加的狀態 是 對那這些都是我們現在目前跟市售的肉乾 可以有很大的不一樣的地方 哦 可是你們現在好像除了肉乾 我看到好像還有肉鬆系列 對我們還有肉鬆的系列 像我們肉鬆的部分的話就完完全全 百分之百無添加 哦 它就是已經完全是clean label狀態 哦 所以也沒有加什麼 沒有 豆粉 跟剛才講的所有東西全部都沒有添加 哦 是 連同我們手使用的醬油 都是一定要純釀造醬油 哦 不可以用一般的調和醬油 哦 因為調和醬油本身裡面 嗯 也會有色素 哦哦哦 也會有亞硝酸 哦 對 所以它是調和在裡面的 嗯 對那純釀醬油就完全沒有 連味精味素都沒有 哦是 所以你們現在產品就是極力推廣 就是沒有 盡量不要添加物 春天單 對那就算你沒有辦法做到 嗯 那我認為你也要持續的投入 嗯 對因為你努力的過程中 你會讓人家看見 是 對那 消費者能不能接受 哦 我其實並不完全理解 嗯 對因為有些人他會選擇他習慣的 他想要的 對對對 因為消費者的考量有太多種 嗯 第一個價格 第二個包裝 第三個容量 第四個習慣 第五個我平常我 呃 我習慣去的地方 嗯 地點 對所以我不太能去控制 消費者他到底喜不喜歡我 嗯 對可是我只能去做一件事情是 我認為我做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義性的 嗯 對而且我覺得我在做的是 就是跟現在的市售的業者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哦 是 對 那你們水跟肉乾雖然說已經65年了 那未來有沒有一個比較近期的 還有未來比較中長期的規模 嗯 嗯 嗯 我覺得這個品牌我們所探討的是透過飲食 嗯 讓所有的人看到生活中最純粹的美好 嗯 對 對在餐桌上相聚的時刻 人跟人之間透過了飲食 嗯 而飲食它是最好的橋樑 嗯 的當下的moment 當下的時刻 嗯 所以對我來講 它的未來的發展並不是只有肉乾而已 嗯 對我們可以去創造出很多的肉品加工的產品 嗯 像是條理的食品 冷鏈的產品 嗯 好只要跟肉質品相關的我們都可以去創造 嗯 對因為我希望消費者只要在餐桌聚會 任何時刻 只要跟吃有關係 嗯 那水跟行都可以作為你最美好的連結 嗯 對 那中長期呢 喔中長期的部分我剛才有說了就是 喔 我們會往那個方向去發展 喔你們是想要往 對對對 就不一樣就是有跟中長期 對所以我們在這短期的時間我們會努力的去推廣我們的產品 我們的品牌的理念 嗯 新轉型的品牌理念 喔是 對 那最後想請Hence 以你過來的經驗呢 如果今天有人想要創業 你會給他什麼樣的建議呢 嗯 我覺得如果他要創業的話 我會蠻鼓勵他的 那如果你想要創業你就趕快創業吧 喔是 對 因為我覺得創業它是可以真的讓你去學到 喔 你不同的事業 嗯 尤其你越年輕 我越覺得 你該去創業 喔 對 你如果有二三十萬 嗯 你如果有三五十萬 是 你去創業看看 你就會知道 老闆每天在思考的是什麼 喔 他必須要思考的是 第一個 我的錢可能快沒有了 嗯 第二個 我必須要隨時創造一整天的模式 對 第三個 我必須要帶回我的團隊 而且我還要讓我團隊有歸屬感 而且 你當老闆的人 不是天生就會當老闆 嗯 你必須要學習怎麼當老闆 對 然後第四個 我的財務 第五個 我的商品 所以你有太多的面向太多的事情 太多的阿里亞渣的事情 在等著你解決 是 可是你一定會創業失敗 創業失敗機會非常非常高 對 對 以台灣的中小企業來講 三年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死亡之故 對 聽說一年就已經是 七年又是另外一個死亡之故 聽說一年 還存活了 大概就只剩下百分之十而已 對 沒錯 所以他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 對 可是你在這個過程中 你可以學到超多事情 嗯 也因為你學到這件事情 未來你可能要持續創業 它是你的經驗累積 又或者說你沒有要創業 你要直接套入職場 這對你來講 也是套入職場 你的視野 喔 視野不一樣 可以比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嗯 是 對 所以 創業很辛苦 嗯 可是如果你猶豫不決 我認為你就是去創業就好了 嗯 對 因為你想破頭了 你也不會 想出真怎麼成功 嗯 對 很多事情它是做出來的 對 它不是想出來的 喔 是 對 只有快速實踐的方式 才可以告訴你 你的勝率有多高 嗯 對 絕對不是用想的 喔 是 想不如去實踐 對 想不如你就去實踐它 對 對 好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君順實業 水根肉乾的總經理 是 邱信翰 謝謝 來接受網專訪 謝謝Hence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